我们都清楚摄影是个截取瞬间的行为 所以一张照片它承载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 而作为摄影师呢 难免有更多的想要表达的 这样的话围绕一个主题 使用一个系列的组照 就可以大大扩展自己的叙述空间 然后很自然 这就像文学一样 照片的编排就有了叙事的动机和手法 启程转合或者更复杂的组织形式 这也是当代摄影最主流的一种模式 我在《摄影无需笔记》里 讲过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 今天我再给大家介绍几本 我最近看到的 在设计和编排上非常有特点的摄影术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第一本是荷兰大神 凡德·埃尔斯肯的作案之恋 这个作品说起来是有年头了 原版是在1956年初的 也是公认的20世纪经典 我这本是最近重印的复刻版 在我的这个认识里 埃尔斯肯和罗伯特·弗兰克和威廉·克莱因 是同一类人 非常有反叛精神 忠于自我的感受 而且都是横跨摄影和电影 两个领域的先锋人物 《佐安之恋》呢 它是一部摄影小说 它不是纪实 虽然看起来很像 但实际上是一部在真实场景中演绎的这种开放的舞台剧 这个女主角叫安 是由一个艺术家扮演的 这个艺术家叫 叫这边写着呢 叫瓦利 瓦利·麦尔斯 男主角呢 也是这个文中的 文本中的 这个作品文本中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者 当然他不是艺术斯坑本人 他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叫曼努埃了 是来巴黎混生活的一个墨西哥人 这边写着呢 所有的文本都是虚构的 跟真人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看起来 这个作品它又很真实 因为它不是拍电影式的这种置景 而是让他的朋友们 在这个真实的生活场景下进行表演 这些人的生活本来也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它是 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 这在50年代是很有突破性的 这个作品的背景呢 是在这个二战后的巴黎 塞纳河左岸的这个圣日尔曼地区 当时是这个左翼文化的发源地 也是这个年轻人抱团 排解焦虑 释放天性的一个地方 跟另一边的美国的这个垮掉的一带 是遥相呼应的 这个书它是一个章节题 咱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的 它是一个章节题 每一章呢 它有一段 前面有一段字述 然后后面都是 这一段的相应的照片 整本书的这个线索呢 它是一个悠丧的爱情故事 这是曼妮艾拉丹链上的这个安 就是这个女孩 历经波澜得到又失去的这个故事 它这个作品的图像的编辑上 是非常的不济 什么尺寸都有 有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像这样的页面 有这个环境的罗列 也有这种满页的特写 在编排方面 我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这种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非常喜欢它中间的这种 讲着这个故事 然后忽然转头去描述另外一些人 这个叙述的空间 一下子就打开了 你会看到这个生活的这个场 它在展开 那这些人物 就是我们的主角 像这个安 他的生活 还有曼妮艾拉 他们的生活 它不是孤零零的存在的 它是有依托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朋友 画家的朋友 他画的画 他把这个 他的这些作品 然后都展示在这里 这几张照片我特别的喜欢 对 有一种流动的感觉 像这种小的编排 电影式的这种编排 是非常多的 其实我最喜欢的一段就是这个大概是从这边开始吧 这个这个曼妮艾拉呢 他是嫉妒安的这个男朋友 跟踪人家 然后还在这个饭馆吃白事 给钱 然后被人家报警 关了两个月 这一段是他在这个监狱里的一些想法 那其实照我的理解 像have这个法语是梦的意思吗 就是他在做梦 他在这个监狱里面想念这个姑娘 甚至到了这个意淫的地步 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个编排 他会把安的照片和这些非常诡异的这种画像编排在一起 这些照片也透露出了 安是一个他根本无法把握的人 这是非常非常优秘的一张照片 顾正老师的那个城市表情 第一版我印象里好像是以这个照片为封面的 最后两个人的恋情已分手结束 这是 范德·埃尔斯肯的作案之链 第二本要介绍的是这个Soy Ghost Soy Ghost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这个作者叫Mihou Kajuka 我查了一下名字叫维刚美穗 这本书应该不是在日本出版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书的前沿部分 前沿部分很简单 就是引了一段小说里的这个文字 这个小说是冯内古特的第五屠宰场 他文字是这样写的 翻译一下 我是一个特拉法马多人 看待时间就像你们看绵延的洛基山脉 所有时刻 过去 现在 未来 存在过的 也将永远存在 这个小说叫第五屠宰场 我没有看过 我维基百科查了一下 是这么回事 它里面有一种外星人叫特拉法马多人 他是有能力在四个维度上体验现实 他们可以访问过去 现在和将来 也可以感知任何的时间点 所以 他们应该是什么都能看到 而且 他们相信 当人死以后 会继续生活在其他的时间和地点 所以他们对待死亡的反应就是 so it goes 所以这个 这本书的关键词 也是层叠 时间的层叠 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展现的形式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一面 你会发现 我们一次能看穿三到四页的内容 看这本书 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 我会感觉自己失去了定位感 和时间感 因为 当我眼前同时叠加好几个页面 而且随着翻页又不停变化的时候 我不能确定自己在看哪一页 在看什么 突然间就变得很茫然 这可以说是一个负面的体验 当然 也可以说是一个挑战 我说的这个负面并不是说我认为这本书不好 而是跟我的 惯常的这种阅读行为是相悖的 这些翻过去的页面 它就像记忆一样 就像我们的回忆一样 是智力破碎的 你隐隐地看到后面的页面 又像未来一样的模糊 像极了这个人的这种存在的状态 有时候呢 它会有一些简短的文字作为提示 或者说会敲打度折一下 在这个时刻 我的手还没有认识你 然后翻开是这样 I think 每存在 TikTok 每存在于 TikTok声音之间 哒哒的声音之间 然后就是一串 暗码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段落 我们看一下 这些是用照片拼贴成的 一副页面 然后翻过来 是取鸟 然后再翻过来 是一栋老房子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左边的鸟 然后 夜晚的樱花 然后 一个好像是在隧道里走路的人 还有这一部分 这是一个房间 上面有灯 这是 好像是三张照片合成 这应该是一个同一个小孩子 然后燕子 还是燕子 还是燕子 然后 你要停在树上 然后隐隐约约 你看到一个女性的背影 所以我揣测一下 这个作品的一部分的动机是跟母亲是有关系的 但实际上这个叙事的线索并不重要 它给人带来的是关于时间的这种奇妙的感受 就像川内轮子的很多作品 它传达的是一种复杂的 微妙的世界观 所以我还挺推荐 想要挑战一下的朋友 看看这本书 会让你对这种书的这种形式 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 就拿了这个法国的一个摄影书大奖 叫纳达尔奖 当时五百本 一扫而逛 我拿的这本是再版的一个版本 好 第三本 Pictures from Home Larry Salton 来自家庭的照片 这是我的最爱之一 严格地说 这不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摄影书 它是一本图文书 我们刚才看到的两本 也都有文字的介入 但是这本书的文字量 要远远大于 埃尔斯肯和米侯 它不是故事提纲 也不是扩充意象的诗句 它是细腻的散文诗 如果你把它的这个文字 单独扒下来呢 就是一部陈恋恋的家庭回忆录 加创作心得 Larry Salton的这个文笔如何呢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地翻一段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这是第二章中 他写他父亲的一段 对他父亲的回忆 他是这么写的 这一段 他告诉我 当他离开学校回孤儿院的时候 他会被黑人孩子追赶 他们每天都在追他 我能看到他冲向黑夜 在我的想象里 他穿着短裤和白衬衫 打着领带 我看到他从后面 跑过绿树成荫的街道 经过探照灯照亮的废墟水泥建筑 他拿着一个皱巴巴的午餐 午餐纸袋跑着 孩子们 就是那帮孩子又多 跑得又慢 他从来没有被抓到过 即便不再有人追他 他也会继续跑 跑过一些迷人的纽约的街区 洛杉矶的郊区 这个说的是什么哈姆来区 可能是 他就是跑过一些地方 拆千球正在拆除学校 巨大的起中机正在建起购物中心 我的父亲奔跑着穿越了时间 而且这本书 它的叙述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有作者自己对童年少年时代的回忆 也有他父母自述的回忆 那在这部作品里 他的父亲 Larry Soughton的父亲 也回忆了他是如何认识他的母亲 又是如何建立这个家庭 以及他是如何从一个 小职员一路奋斗到公司的副总裁 然后整个公司又被兼并 他又被解雇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 Larry Soughton他试图用这部作品来 展现的不光是家庭的问题 不光是家庭内部的一些关系 他其实是想展示 整个的这种社会的 包括整个社会的变化 给家庭造成的影响 还有项目拍摄过程中 家庭的一些反应 那他父亲和他母亲跟他的谈话 对他的这种摄影项目的一些 一些意见 另外还有作者自己对这个摄影项目的反思 总之 他不管是在故事 还是在摄影方面 都是非常引人深思的一个项目 这本书 他在图像层面上 在图像层面上也是非常多的层次 有老照片 也有很当代的这种 置景拍摄的手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张照片可能很多人都见过 非常经典 这是这种置景拍摄的 然后这是一些老照片 他父亲的故事 这是我看过的文字和图像融合最好的一部作品 没有之一 这本书的首版是在1992年 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艾利克索斯他有一个老的版本 他在自己的节目里拿这个新版和旧版 也对比了一下 可以说是超级满意这个再版的这个版本 这点非常难得 很多朋友都有拍摄家庭主题的想法 我认为这部作品是家庭摄影史上 如果假如有这么个说法的话 这部作品是家庭摄影史上 当仁不让的首选参考作品 由于这本书文字中多 我不打算在这展开讲了 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难以描述 我希望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收藏一本Pictures from Home 然后花一点时间 慢慢地读这些文字 以及慢慢地欣赏这些照片 好 这是Larry Sutton Pictures from Home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 我新做了一个虚实书友会 这是在线的内部分享会 我会定期以视频会议的形式 跟大家一起精度很多这样的好数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扫一下下面的二维码 conse维码 还是为了